大陆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两个重要数据 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比去年同期下滑了1.4% 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下滑了7.2% 不过各界依然正面看待这些数据 同时还认为大陆景气持续的在回稳 两块钱左右 两块 一块到两块 买菜的预算总可以再多一点了 因为上海市场的猪肉价格 比去年同期狂跌了32% 而大陆经济回稳的迹象 也反映在五月份的经济数字上 今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市场预期的范围之内 同比下降了1.4% 并且是连续四个月下滑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了7.2% 两者呈现双降的局面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 对于这样的数据可以有不同面向的解读 老百姓来说价格低了 肯定对于它的消费 对于它的生产是一个好的方面 不用一定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是好事情 物价持续走低的意味着消费 意味着需求 各方面的情况是走低的 政府希望物价是一种温和的 适度的上涨 这样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虽然没有温和上涨 但经济研究机构和外资银行 依然看好大陆的经济复苏 中国国务院提出的4兆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 已经出现成效 像是中国七大主要城市 今年前五个月的建地取得成本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% 国产车的销量也增加了14.29% 达到创纪录的496万辆 而为了消除外界 对统计数字作假灌水等疑虑 大陆国家统计局也破天荒的开放媒体采访 公开CPI的采样过程 提高透明度 局长马建棠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动革新 让数字更具代表性 中天新闻 史周围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